固定规则,就是你那个范围,然后做筛选 其实筛选就是查询 查询的话就是针对哪一栏 栏的话记得一定要是数字 后面的话呢,如果是一个条件的话 你就给一个双引号,里面就放它的条件 这个条件的话呢,如果是数字 后面如果是数字的话 那通常前面是会加那个什么 大于啦,等于啦,小于啦等等的符号 如果是文字的话,其实你可以做类似像这个等于的动作 等于什么 那如果是,不管开头是什么,尾巴这几个字的话 那你前面可以加什么,加等于信号 那如果是尾巴的话,就等于什么的信号 这个技巧的话 这边应该是改成24才对 这个是XL 偶尔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条件 这个是第二个条件 然后就可以把它格式化成黄色 黄色的话,其实你可以利用RGB啦 那这个RGB 如果假设你找不到颜色,不知道黄色是什么 其实常用里面不是有油气筒 油气筒其他色彩里面,如果你找黄色 点到自定这边也会有颜色 所以你如果要浅黄色,这边不是有浅黄色 你要深黄色,那这边就有深黄色,其实可以自己再去调啦 就这个RGB 看你要什么颜色 你可以选一个颜色,切到自定这边就有了 OK,你就把这个数字填到RGB里面就可以了 OK,大概是这样啦 所以你会发现有非常多七彩颜色都可以啦 只是说我们不用那么复杂 一般我习惯会用黄色 其实有可能够用 最后的话清除的部分 其实程式就一行 程式的话就是加一个什么 把那个颜色去掉 所以格式化加一个 格式化清除嘛 所以你那边加一个格式化清除 然后呢Enter一下 那清除的话也很简单啦 就是 这个范围里面的颜色 变成没有颜色 那没有颜色的话就等于什么 等于没有 没有的话在这边就是XL 所以就没有颜色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把颜色清掉的话 这样就清掉了 不过特别注意 刚刚这个格式 有没有 像刚刚同学 这个如果假设你加了 请问为什么还是 没有东西出现 那可能就是你刚刚这个格式 设定格式化条件没有清除 整张规则 因为这个规则的话 它一定是浮在最上层 也就是你现在即便加什么格式上去 也没有办法把它去掉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它是等于是最上层的 OK 这个 那最后的话呢 你可以再加一个什么 加个条件 比如说我要针对 2010年去做筛选的话 那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 再加一个筛选 年份的条件 那比如说呢 那第六栏 如果是 2010好了 那我可以在这边加一个 筛选条件 假如是2010的话 第六栏 如果是2010 帮我把它变成 黄色 OK 那我这边可以把它执行 执行过的话 你会发现 2010的话 就全部都会变成黄色 有没有 当然 一样 你可以甚至 你想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 像刚刚 那个筛选 格式化不要年份 筛选提名 可不可以 其实那也可以啊 把它恢复 把它恢复的话 就这样恢复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什么 格式化提名好了 这边把它改成提名 的话 那一样 提名 然后呢 只要针对第几栏 第2栏 所以这边改成2 然后面的话 就是一个条件 那这个条件你可以用什么 跟刚刚一样嘛 甚至你可以拿那个 刚刚这个来 来改 有没有 X 把它放到这边 X等于这个 然后把那个 S放在这里 那X的话就这一串 这个 第2栏 其实 拿上面来改 可以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把什么 把里面有 什么关键字的方法 把底色 做mark 比如说我希望 有中国的 不过一样 如果现在中国应该是没有 因为它也是简体字 所以这边的话 也可以把女性 有女性的 帮我把它底色改一下 有女性的 这资料就出现了 如果没有 他就不会帮我 把它 做底色填满 清除的话 这个 就清除完毕了 那 所以 我们一样 可以再增加按钮 那另外的话 这个按钮部分 请各位自己再加 加的方法当然就是 插入这边有按钮 你就直接这边拖拉就可以了 拖拉之后的话呢 他就会问你说 你刚刚写的是哪一支 程式 你按下去要执行呢 那我们刚刚是 叫做格式化 提名筛选这个 比如这个 另外把上面的名称复制 确定之后的话 再把这个名称 贴到上面去 这样子 就完成了 OK 比如提名 所以刚刚按一下 提名 他就会跳出这个 那我刚刚是输入女性 OK 按确定 他就有了 然后清除的话就清掉了 OK 这样的话呢 就比较可以让你方便的 在大量资料里面快速找到你要的东西了 OK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两个部分 一个是 输入关键字 然后把不需要的地方把它隐藏起来 那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把你要看到的东西 骂个假 其他的地方不要隐藏 OK那画面先还给各位